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蘭 今天是美東時間4月6日 星期三 下面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消息 自媒體人櫻體爆料 6日 一架中共軍機殲16機騷擾臺灣防空識別區 6日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表示 如果中共對臺灣採取侵略行動 美國準備對中國實施制裁 就像美國與盟友如今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制裁 美國還宣布第三度對臺軍售 總金額達9500萬美元 美聯社報導 葉倫出席聯邦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會時還說 在俄羅斯這個案例 大家不應該懷疑我們在其他情況下 也能夠下決心採取同樣的做法 美國正和盟邦密切合作 期待能夠針對臺灣可能面對的威脅 做出恰當的回應 中共不應該懷疑美國動用制裁工具的決心 5日 美國宣布核准最新的一波對臺軍售 總額達9500萬美元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表示 這項軍售案是基於臺灣關係法 將使臺灣軍隊持續現代化 並保持可靠的防禦能力 符合美國國家經濟與安全利益 有助於提高臺灣安全 維持區域政治穩定 確保臺灣空中作戰戰備能力 臺灣將能用此能力嚇阻區域威脅 增強本土防衛 對此 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表示 臺灣政府表達誠摯的感謝 此舉也再次展現 美國政府持續落實臺灣關係法 及六項保證對臺安全承諾 充分顯示美國政府 對臺灣國防需求的高度重視 軍事專家蘇紫雲對大紀元表示 這次的軍售對於臺海防禦相當重要 減少臺灣遭共軍飛彈第一擊的威脅 整體提高飛彈防禦能力 以俄乌戰爭來看 烏克蘭就是缺乏中長城防空飛彈 以及飛彈攔截系統 導致許多城市遭俄軍的炮火摧毀 因此 臺灣愛國者飛彈 對於平衡臺海軍力相對重要 拜登政府延續了川普政府的政策 把臺灣視為非北約的主要盟國 軍售案隨盜隨審 而不是奧巴馬政府時代包裹式的一年止賣一次 近期 上海整個城市處於停頓的狀態 由於清零帶來的各種人道危機不斷 有市民認為 中共當局之所以要強行地實施靜態清零 政治因素大於疫情防止 上海市民王女士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從3月末突然被禁足了 下樓都不行 社區又不給送菜 他說 我餓得頭都發暈 習近平要清零 而張文宏要在某種程度上與病毒共存 習近平要上海聽話 你不聽話就整你 現在上海的疫情政策就是中共高層內鬥的結果 上層權力鬥爭 而老百姓就是犧牲品 並且沒有任何交代 民運人士邱女士說 封城的做法與共產黨的本質有關係 與它的魔鬼本性有關 共產黨只有它的黨性 沒有人性 關鍵就在這兒 有大陸的網友發出視頻 4月5日 大批的中共軍隊進駐上海市博展覽館 疑似上海已經被軍管 網友吳文行說 以疫情的名義把國民全當成了犯人 把國家弄成監獄 這也是史無前例的 我有一種預感 民眾的憤怒會爆發 而且出來就是大事情 網上不斷的有視頻曝光 顯示大陸抗議活動持續爆發 某地被封閉的小區民眾團團圍住警車 大喊放人 還有某地的一棟樓要解封 疑似居委會的人喊了大半天 讓民眾下來拿中共的紅旗唱紅歌 結果沒有人理會 這個民眾說眼砸了 眼看被封遙遙無期 上海多地民怨爆發 不管是白天晚上敲盆大喊沒吃的了 在上海保守康聯路 從26號封控就沒有吃的 大批的民眾冒著被傳染的風險 聚集在當地的居委會外抗議 一個上海人在小區憤怒的吶喊 活不下去了 吃什麼喝什麼怎麼活 我沒錢了 我還要還房貸 不行共產黨就把我收掉吧 上海真的缺食物嗎 從網上的視頻看出 很多外地援助上海的菜 到了上海沒人接收 幾天之後也都爛掉了 大陸某地的物流公司外面 很多蔬菜水果等食物都被堆在了外面 無人問津 網友說這是人禍 所有的災難都是人為的結果 不是沒東西吃 是你沒東西吃 上海某小區的門口 一些物業人員擋住給小區百姓 送訂購食物的民眾 女物業經理還恐嚇要給派出所打電話 你告訴我為什麼要關 咋拍出所電話 咋沒事 對吧 為什麼要關呢 二村裡面的軍員沒吃的了 求著我們要我們送的 不是我們要送的 熟悉大陸情況的人說 不給這些人一點好處 就別想把物資送進小區 評論員鄧宇文在《德國之音》 發表題為 《習近平輸不起的抗疫》一文中指出 因為習近平將防疫作為體現制度優勢 和個人成就的工具 中國民眾為了它的一己私利 恐怕還要在這種嚴防死守的不自由狀態 熬上更長的日子 《衛報》引述專家分析認為 中共對上海這個金融中心的持續封鎖 不僅摧毀中國的經濟 還可能撕裂已經非常緊張的全球供應鏈 《每日電訊報》近日報導 包括英國前首相梅傑和布朗在內的 50位前世界領導人 簽署了一項提案 建議設立一個國際法庭 以侵略罪審判普京和其他對烏克蘭戰爭負責的人 同時美國和歐盟的矛頭直指唱反調的中共 6日中共忙出來表態 設立國際法庭的提案是由世界各地的主要國際人權律師制定的 該審判類似於紐倫堡審判 將在國際刑事法庭目前對戰爭罪的調查之外採取行動 美國之音表示 北京繼續為自己在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戰爭問題上的立場辯解 甚至將國際社會對俄軍在布朗顯然犯下戰爭罪表達的憤怒 說成是炒作布朗事件 北京此舉也導致自身更加鼓勵 歐盟對外行動署以中國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走平衡目為題的文章中寫道 中共已經明確表示 不能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要怪西方和北約東擴 與忽視俄羅斯的合理安全憂慮 甚至明確抵制譴責俄羅斯的呼籲 這篇文章揭穿了入侵以來北京的所有花皮 被看成是向北京攤牌的席文 歐盟委員會官員馬默週二在推特上說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爾 本週將前往基輔 同時 義大利 西班牙 丹麥和瑞典宣布 驅逐總共73名俄羅斯外交官 歐盟6日宣布對俄羅斯的第五輪制裁 預計將包括禁止從俄國進口煤炭 阻止與俄國四家銀行的交易 以及對俄羅斯船隻關閉港口 面對美歐的譴責 以及西方國家對俄國的大舉制裁 6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 真相和原委必須查清 但他又說 人道主義問題不應該被政治化 臺灣資深記者姚慧珍認為 整個不查的一個血案 不僅改變了這一場戰爭 甚至改變了歐盟看待中國的角度 以前他們還看待中國會認為說 我們雖然是一個競爭對手 但還不一定是敵對的對手 但現在他們會認為 如果你還繼續跟俄羅斯站在一起的話 那你可能即將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所以顯然他們已經不會再給中國一個模糊的空間 清楚講你到底跟俄羅斯這個部分 你要切乾淨 你要兼閉親眼 你要選擇跟民主國家西方世界站在一起 6日 德國總理肖茨表示 德國將盡可能地支援烏克蘭直到俄國撤軍 而一直沒有公開表態譴責俄羅斯的印度 要求公開調查布查的事件 英國凍結普京的戰爭基金3,500億美元 外交大臣表示 這將讓俄國的經濟倒退回蘇聯時代 路透社報導 蕭茨在德國國會上對俄國政府喊話說 我們將盡我們所能繼續支援烏克蘭 直到你們從烏克蘭撤軍 俄羅斯不能贏得這場戰爭 BBC報導 布查事件震驚國際之後 5日印度常駐聯合國代表蒂魯穆爾蒂 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公開表明 印度明確譴責俄軍的殺戮行為 並支持國際展開公平且透明的調查 據法新社的報導 6日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 在訪問華沙時表示 英國已經凍結了普京約3,500億的戰爭基金 這代表著俄羅斯政府 6,040億美元的外匯存體中 有60%以上如今無法動用 聯合制裁讓俄國的經濟倒退回蘇聯時代的情況 我們要做得更多 對布查做出駭人聽聞的行為的人 我們會追究他們的責任 自媒體人印第披露 6日英國對俄羅斯最大的銀行實施全面資產凍結 美國制裁了普京的兩個女兒 彭博社消息 歐盟正在討論對普京的女兒實施制裁的可能性 印第還透露 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 九加諾夫威脅俄國的年輕人說 如果俄羅斯不能贏得這場針對烏克蘭的戰爭 他們將不得不拿起武器 而許多俄羅斯境內的年輕人 在不知情不願意的情況下被送往戰場 因此有許多俄兵紛紛叛逃 5日記者莫托爾科在推特透露 原本有兩架俄軍直升機要從俄羅斯飛往白俄羅斯 結果突然有一架脫離隊伍偏離航線 接著關閉導航之後 一路往南飛入烏克蘭境內 最後在烏國的某處降落後投降 而烏克蘭政府準備向投誠的俄國飛行員 支付50萬美元的獎金 如果此事為真 將會是首例對投誠的俄國空勤人員 祭出高額獎金的案例 5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推薦一項法案 要求國務院就中共與俄羅斯的合作 以及中共是否提供俄羅斯任何援助 提交評估報告 時評人藍述認為 以正式立法的方式 對中共高層在烏俄戰爭中 所扮演的真實角色進行立案調查 這一方面 對中共向俄羅斯提供的援助 能夠起到一種阻嚇的作用 同時能夠喚醒西方社會民眾對中共的警惕性 另外還為未來對中共有可能進行的制裁打下了鋪墊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米克斯說 如果中國是讓烏克蘭人民劍血的同盟 那世界也需要知道這一點 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巴爾說 美國人民需要知道習近平的種族滅絕政權 如何協助普京的種族滅絕政權及其戰爭罪行 這項法案在通過眾議院外委會之後 預計星期三將在院會舉行表決 並有望迅速獲得兩黨議員的大力支持 眾議院外委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說 我知道習近平與普京進行了交易 這是非常危險的遊戲 不僅是對整個自由世界 對中國也是如此 此外 海峽時報報導 近日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表示 預期美國很快會正式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全球經濟面臨許多突如其來的問題 在處理美中貿易關係上 他認為 最重要的是重新調整雙邊貿易關係 使它更加公平 更加平衡 並且更具有戰略性和韌性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的爆料郵箱在屏幕下方 歡迎觀眾朋友給我們來信 提供新聞線索或您覺得值得關注的事件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